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欣慧 這支系列影片 我將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教你學會如何使用Arduino 由於教學內容會有連貫性 建議可以依照順序來觀看影片 在上支影片中 我教大家認識Arduino開發版 以及如何使用麵包版 而在這支影片 我會教大家使用Arduino 來控制LED燈閃爍 這部影片中會使用到的零件 你可以參考下方的資訊欄零件清單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要操作Arduino控制LED燈 必須要連接電路 並且撰寫程式碼 電路跟程式碼需要互相配合 才能夠正確的控制LED燈 我們待會要試著操作 讓LED燈閃爍 控制LED燈的電路圖長這樣 跟上支影片的電路圖其實很接近 左邊的這隻腳原本是連接正極 但現在我們要連接DP 我們可以將這個LED燈 連接正極的電線拔起來 換另外一個顏色的線 連接到DP 當然這裡要連接到Digi都可以 待會再跟程式碼 配合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使用 TradeGPT 來幫我們生成程式代碼 如果直接問TradeGPT 你想要製作一個 LED燈閃爍的效果 這樣的問法可能會得不到 你要的答案 因為TradeGPT會不知道你要用什麼設備來控制 它可能會給你 Arduino以外的程式代碼 所以你必須要跟TradeGPT說 你要用的是Arduino 這樣子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程式碼 不過這樣的問法沒有很精準 因為如何閃爍 該閃哪一顆燈 TradeGPT會自動的幫你決定 當然如果你沒有什麼想法 讓TradeGPT幫你決定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已經連接好電線 並且明確知道該如何閃爍 你可以將所有的資訊都告訴TradeGPT 這樣子TradeGPT就會依據你的需求 提供你所需要的程式碼 AI基本上會在合理的範圍內 隨機產生文字 因此 每一次得到的程式代碼 都會不太一樣 也因為是隨機的關係 有可能TradeGPT提供的程式代碼 會沒辦法運作 因此 如果遇到程式碼 不能夠運作的時候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 是請TradeGPT 重新再給你一次程式代碼 你可以再多給它幾次機會 第二 是考慮修改剛才的問題 也許是打錯字了 或者是敘述沒有這麼精準 TradeGPT給你的回應 大概會長這樣 黑色框框就是我們需要的程式代碼 但要注意 目前AI對實體的接線方式 還是有出錯的可能 因此 現階段建議不要相信TradeGPT講的任何接線方式 要了解接線方式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先參考影片中的方式 來去做連接 等待TradeGPT回答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選擇複製程式碼 然後貼在Arduino的軟體裡面 原本Arduino軟體中 所有的程式代碼 都要刪除乾淨 接下來我們還需要將電腦裡面的這些程式碼 放進Arduino的晶片裡面 這個過程叫做上傳 上傳有三個步驟 首先將Arduino連接到電腦 請確認Arduino上至少有一顆LED燈會是亮著的 再來在軟體這邊選擇你要上傳到哪一片開發版 如果連接正確你應該會看到Arduino的選項 第三步驟請點選上傳的按鈕 上傳的按鈕是右邊箭頭的這個符號 接下來在Arduino的右下角就會顯示上傳的狀態了 等到顯示上傳完畢 LED燈理論上就會開始閃爍了 如果燈沒有閃爍 請檢查一下程式與電路的LED燈角位是否相同 或者是電路是否有差錯 在下一支影片中我會教大家如何看懂程式碼 以及控制多顆的LED燈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要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各位觀眾朋友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